大家好,这里是穷涉及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老一辈台湾人耳熟能详的玛丽亚 是过去不少人用来称呼菲律宾移工的歧视用语 然而台湾如果缺少了这群外籍劳工 包括制造业、渔业或社服工作等领域 都很有可能陷入停摆的困境 大家是否好奇,为什么一讲到菲律宾 我们就容易联想到菲律会移工 本期交为各位介绍 输出廉价劳力的东南亚大国,菲律宾 大名鼎鼎的菲律宾海外移工 能创造出十分显著的经济价值 足以撑起母国的经济命脉 以真实数据来看 菲律宾外劳对母国的GDP贡献度高达9%到10% 换句话说,这些跨国劳力送回家的白花花钞票 就占全国GDP将近一成 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外劳大国 单论台湾,根据劳动部统计 截至2021年11月底 台湾外籍移工总数约67.5万人 其中来自菲律宾的就有14.3万人 超过总数的两成之多 若把观察范围扩及全球 根据菲律宾统计局的报告 2019年,有高达220万菲律宾人在海外工作 其中约有4成的移工属于非技术性劳工 这些人在其他国家基层出卖劳力 做着帮拥、渔工、建筑工与看护等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位于中东的沙烏地阿拉伯 是菲律宾海外劳工占比最高的国家 有22.4% 接下来依序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香港以及台湾 散落全球的菲律宾劳工 汇回母国的金钱多得吓人 光是2021年11月这一个月的时间 菲律宾移工汇回家的总金额就高达25亿美元 该年度的汇款总额更高达315亿美元 相较于2020年同期成长了5.2% 搅出这样的数字 说他们是菲律宾的经济命脉一点也不为过 正因如此 这群离乡背景 前往他国打拼的菲律宾人 在当地被封为新英雄 又成新国家英雄 除了民间风向力挺这些远赴重洋的同胞 菲律宾政府也大力表达支持 该国前总统杜特蒂 在2021年底签署通过一项法案 成立专责机构移工部门 取代了原本的菲律宾海外就业署 这个新机构将原本分散在各政府单位的事务与行政资源整合起来 大大增加了处理流程上的效率 为了感谢在海外就业的国人 杜特蒂当时表示 成立移工部门的这天正好是离岔日 让我们在纪念菲律宾民族英雄和谐黎刹的同时 也不忘感谢海外菲律宾人的勇气与卓越 他们也是我们的当代英雄 菲律宾黎刹日定于12月30日 又名革命英雄日 是为了纪念菲律宾民族革命英雄黎刹就义而设立的纪念日 由于海外移工人数众多 为了巩固票员 准备角逐一元头衔的金果埃斯特拉达 也频频为这群人发声 金果赞扬的说道 海外移工凭借意志力、勇气与对家人的爱 到海外辛苦工作并面临挑战 为国家经济付出显著的贡献 堪称现代英雄 值得全部的支持 他接着声称只要自己当选一元 就保证移工部门有足够的资金运作 先不管这些承诺有几分会兑现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观察到一点 那就是菲律宾外劳与其家属这个族群实在太庞大 让他们及时远离家乡 依旧能在母国政治、社会与经济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菲律宾这个四面环海的国家 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外劳大国呢? 其中的原因恐怕要追溯回过去的殖民时期 菲律宾创造的移工经济 早在被西班牙与美国殖民时就已经悄悄的铺成好 西班牙殖民时期许多菲律宾人被拉去当远洋船员 而在美智时期则有不少人远赴重洋到夏威夷果园 或是去更遥远的阿拉斯加罐头工厂打工 殖民体制带来许多新的海外工作机会 并为菲律宾未来人力资源的出口打下根基 从被殖民时期的历史脉络演变到现在 菲律宾大量输出外劳的原因非常复杂 除了本国薪资过低、纯劳力工作不足外 政府的政策鼓励也推了一把 在市场趋势与民族文化成型后 不少菲律宾人从小就有出国挣钱的梦想 并在朋友与亲人推荐下远赴重洋打工 作为劳动力接收国的台湾 究竟是如何成为全球最多飞劳的国家之一呢? 这要追溯回上世纪80年代 当时台湾正经历经济起飞的中后段 国民所得增加、人力素质提升 但当时支撑起台湾经济的劳力密集产业 仍需要大量低薪劳动力 而当时正好有一群来自东南亚国家 带着观光签证入境的人 这些人发现台湾市场存在劳动力缺口 便利用预期居留的方式留在台湾打工 聪明的台湾老板不久后也注意到这篇廉价劳力 不少富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聘用家庭帮佣 医院也开始出现廉价的监护工 然而打黑工的现象 往往会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 1990年 台湾政府终于以专案的方式引进合法移工 1992年通过就业服务法 设立外籍聘雇许可管理办法 就业服务法、施行细则等法案 明文规定合法聘用移工的产业与条件 直到现在 台湾引进移工的法制化措施已运作多年 当前大约有143000名菲律宾劳工在台工作 数据显示 目前菲律宾有超过200万劳动人口在海外工作 基层劳力外移现象十分严重 东南亚国协将问题按不同劳工性质区分成两大类 并提出不同的策略 对于基层蓝领劳工 政府应着重保障海外移工的福祉 而非试图以政策钳制人力外流 主要原因在于 这些基层劳工转往海外工作 一方面舒缓国内的就业压力 而且他们会回家的薪水 也对母国经济大有帮助 至于外流的白领精英 却让政府无比头痛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蒂就曾公开表示 在全球化之下 菲律宾青年中的精英 前往美国等先进国家发展 对菲律宾本国的发展来说 却相当不利 为了把尖端人才留在家乡 菲律宾政府也祭出人才反国计划 透过补助与税负优惠 试图吸引高端精英回国就业 不过至今算不上有什么显著的成效 至于这些菲律宾劳工在外工作时 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呢 由于他们通常都在基层付出劳力 同工不同酬 职场剥削 甚至种族歧视等议题都是家常便饭 此外 文化冲击 语言不通 以及生活习惯不适应等状况 同样长期为劳工们 带来大大小小的困扰 打开网络论坛 多的是菲律宾移工 不适应海外生活的故事 台湾一名菲律宾移工领袖东代尔 在接受专为移工发声的媒体 宜人采访时 就曾透露同胞的心声 来台满9年的东代尔表示 自己离开家乡 一个人在台中工作 生活并不好过 就算结束海外工作回到家乡 许多人赚的钱只够温饱 无法提供孩子比别人优渥的资源 东代尔表示 在台湾工作 除了得面对眼前的经济难题 另一方面还得承受异样的歧视眼光 他说 我们移工有种变成奴隶的感觉 无论工作中还是下班后 都会受到歧视 不止歧视问题严重 外籍劳工在海外 还有可能遭受不肖人力中介业者层层剥削 包括中介费超收 强迫遣犯 与苛扣费用等 移工赚来的血汗钱 每经过一关 就会被硬生生剥下一大层皮 许多移工 甚至还得配合雇主不合理的血汗要求 做着超出体能负荷的工作 直到最终倒下为止 外籍劳工所贡献产值的背后 是诸多血类的牺牲与奉献 尽管人人都知道这条路上的艰苦 经济上的迫切需求 仍旧推动着菲律宾人义无反顾走出国门 以血肉之躯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挑战 好了 这集的穷射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